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,上周与行政院长赖清德会面的国民党主席吴敦毅,当时还赞扬赖奎推动一例一修修法,让劳资重建和谐,共创双赢非常用心,但今日态度已经批变。 据国民党发言人黄建豪中佩军转述指出,吴敦毅下午在中常会上说明,新政院版草案与他上周当面提醒赖奎的版本不太一样,赖奎没把他的意见听进去,吴敦毅并当场郑重宣誓,在蔡政府的斗争手法没有改变之前,他绝对不会与蔡英文总统见面,获得全场掌声回应。 据转述,吴敦毅特别在中常会指出,上周五赖会后,他下乡时在基层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,也已经一一了解,目前的定调就是民进党人一手操弄政治斗争,而且清算国民党的党产。 党内有人主张可以见赖青德,但不能见蔡英文,这些话他都已经听进去了,随即宣布上述不见蔡英文的立场。 吴敦毅并特别强调,吴赖会他只是以前行政院长的身份见赖,提供了意见,地点则特别选在卸任副总统办公室,并调为前隔窥给现任隔窥一些意见。 据指出,吴敦毅还特别强调,他关心高雄中部等地方问题,而且主要提醒赖青德英对一立一修要有完善配套,促进劳资和谐,双赢互利。 但目前行政院的版本让劳工感觉不太舒服,与上周他提醒赖魁的版本不太一样,赖魁并没有把他的意见听进去。 吴敦毅还说,一立一修问题一定要妥善处理,不能只有工商借赢,劳工输或劳工赢。 工商借倒一定是要让劳资和谐,双赢互利,双方可以卸调。 工商借倒